初心造就,第三十篇,婚姻,你以妥生。 一个基督徒要做得好,必须把所有基本的问题都好好地对付过。 如果有一个基本的问题,不管是在家庭里或是在职业里没有对付好,下面就有许多的问题出来。 只要有一个难处,就够教徒受到耽搁,不能在神面前走正直的路。 今天要说到婚姻的问题。 初心的弟兄应该知道,主的话对于他们的婚姻到底怎么说? 我们要从各方面来看这一个问题。 一,婚姻是圣洁的。 关于婚姻的问题,第一个要解决的就是性的感觉的问题。 我想我们必须清楚,人有性的感觉像有饥饿的感觉一样。 饥饿是感觉,如果是身体天然的要求,性是感觉也同样是身体天然的要求。 一个人有饥饿的感觉,乃是自然的,并不是罪。 一个人想去偷着吃,那是罪,那不是自然的。 照样,人有性的感觉也是自然的,并不是罪。 乃是人用不正当的方法来满足自己的要求,那就要落到罪里去。 我们要看见,人的婚姻乃是神所定规的,乃是神所开始的。 所以,性的感觉是神给人的。 婚姻的规定,不是在犯罪之后的事,乃是在犯罪之前的事。 婚姻的规定,不是在创世纪三章之后的事,乃是在创世纪三章之前的事。 在创世纪二章里,神就规定了。 所以,性的感觉的产生,乃是在罪还没有进入世界之前就有的,不是在罪进入世界之后才有的。 因此,人有性的感觉,绝不是罪。 在这一个感觉的里面,没有罪的成分。 并且,这一个感觉乃是神自己所创造的。 这一点,初心的弟兄们必须弄清楚。 我在这三十年相信主和侍奉主的过程中,曾接触过许多青年弟兄姊妹。 我遇到许多的人,在婚姻问题上受到搅扰。 他们因为不知道神的定规,不清楚神的话,就无谓地受到良心的控告。 他们有这一个感觉,就以为是有罪。 他们有这一个要求,就以为是有罪。 有的弟兄弄到严重的地步,甚至疑惑神的工作,因为他有性的感觉。 要知道,以性为罪的思想,是异教的思想。 我们对于神的话要得准。 人觉得肚子饿不是罪,照样,人有性的需要也不罪,这是天然的感觉。 西伯来十三章告诉我们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 婚姻不仅是该尊重的,并且是圣洁的。 所以我们要看见,神不只认为性是天然的,神也认为性是圣洁的。 有一位梅尔博士,是和穆迪同的,他写的许多书都是最好的。 他特别注重造就。 他曾说,只有全世界最污秽的头脑,才以为性是污秽的。 我想,这一句话是最好的。 乃是因为人自己污秽的缘故,所以把污秽的思想带到性里面去。 人如果是清洁的,就凡事在他身上都是清洁的。 人如果是污秽的,就凡事在他身上都是污秽的。 因为他的头脑是污秽的,所以什么事情到他身上,他都往污秽里去思想。 现在我们要看见,婚姻乃是清洁的。 在神所规定的性关系,乃是圣洁的,而不是污秽的。 保罗在提前四三节说道,在末后的时候,要有鬼魔的道理出来。 在这些鬼魔的道理当中,有一部分是禁止嫁娶。 在这里,你们要看见说,鬼魔的道理也是为着寻求圣洁。 彭博所写的书,曾清楚地指明说,将来有人应追求圣洁,所以禁止嫁娶,以为没有嫁娶就能做一个圣洁的人。 但是保罗在提摩太书里说,禁止嫁娶,乃是鬼魔的道理。 所以,你们要知道,神没有禁止嫁娶。 人不应该因着有异交看法的缘故,良心受无畏的控告。 性的感觉是天然的,不是罪。 乃是注意到,如何对付这一个感觉的时候,才会发生问题说,到底会不会便做罪。 不是没有感觉的存在的问题。 有感觉的存在,乃是自然的,不是罪。 要看怎样对付这一个感觉,才能说,有没有罪。 这一件事要彻底地解决,不然良心有了控告,就不能长进。 那些罪,不是事实上的罪,乃是因着不明白而产生的。 二,婚姻的基本性质。 一,为要彼此帮助。 婚姻,乃是神所定规的。 在创世纪里,你就看见,神说一个人独居不好。 当神做创造的功的时候,神对所造的一切东西,样样都说好。 除了第二天之外,天天他都说,他所造的是好的。 第二天,因为空中的撒旦的地方,神没有说好,其余每一天,神所做的都是好的。 但是到了第六天,神造人才造一个时候,神不止没有说好,反而说不好。 神说,那人独居不好。 不是说人造的不好,乃是说人只造了一个,只造了一半,所以说不好。 神帝亚当造一个配偶,也是在第六天造的。 神把夏娃造出来,就带到亚当面前。 所以,夏娃的产生,乃是为着婚姻。 配偶这个词的意思,要把它配上去,才能叫他给着帮助。 这个字,在西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能配他,给他帮助。 有许多读圣经的人,常常注意这一句话。 当神造人的时候,神在那里需要有男人加上女人。 但是圣经说,神造人。 所以神造人,乃是造男人,也造女人,那才成功做一个人。 好像说,神起头的时候,先造一半的人,然后看看人是一半,所以再造一个。 两个半个合起来,才成功做一个。 两个半个合起来,才是完全的。 所以,等夏娃造好之后,才说她的工作是好的。 这给我们看见说,婚姻不是人起头的,乃是神起头的。 婚姻的起点,不是在人犯罪之后,乃是远在人犯罪之前。 人不是第一天受造就犯罪,人是第一天受造就结婚。 神把夏娃造好之后,第一天就带给亚当。 这不是犯罪之后的事。 婚姻的事,乃是神发起的。 在创世纪二章神的创造里,有婚姻。 到了约翰二章,也就是主耶稣刚出来传道的时候,在加拿也有婚姻,主耶稣把酒加进去。 这就给我们看见,主不只许可这件事,并且称许这件事,加许这件事。 你在那里看见说,主耶稣不只在人结婚时出席,主并且帮助他做得更好。 所以,婚姻这一件事,是神所发起的,也是主耶稣所特别加许的。 所以,这一件事是完全出于神的。 在这里,您就看见婚姻在神面前的地位。 神的目的,乃是要有一个丈夫,有一个妻子,是能够彼此帮助的,所以称他的妻子做配偶。 配偶,西伯文的意思是说,要配他,来帮助他。 可以说是配助。 你们在这里看见说,神要人有一个共同的生活,要彼此有交通,彼此有帮助。 这是神的目的。 二,为要防止犯罪。 在旧约,罪还没有进来的时候,神已经设立了婚姻。 到了新约的时候,保罗在临前七章,就给我们看见说,因为有罪进来的缘故,不止不禁止婚姻,反而变作更需要婚姻。 婚姻能防止犯罪。 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说,为了要免去奸淫的罪的缘故,男人应该有自己的妻子,女人应该有自己的丈夫。 临前七章里面,保罗并没有定性的感觉,唯有罪,他反而给我们看见,男女都应该结婚,才防止罪。 你们记得,保罗说,不要为肉体安排。 比方有一个人,会犯骄傲的罪。 保罗不能对他说,你这一个人骄傲,常常犯罪,因怕你到处骄傲不对,就让你在家里骄傲吧。 如果有地方骄傲,就不骄傲了。 如果这样做,这就叫作为肉体的安排。 你要骄傲,我安排一下,叫你不至于骄傲。 神从来不这样做。 再比方一个欢喜偷东西,你不能说,你这个人这样欢喜偷,太不好了。 我现在许可你偷某某弟兄的东西,就免得你偷别地方的东西。 不。 你乃是说,我不给你偷,任何地方都不可以偷。 偷东西绝对是罪,是不能安排的。 骄傲绝对是罪,是不能安排的。 但性不是绝对的罪,所以男人应该有自己的妻子,女人应该有自己的丈夫。 不然的话,保罗这一句话就为肉体安排。 我们知道,使徒不为肉体安排,所以这不是罪。 婚姻不是神为肉体安排。 我们要在这里,把婚姻摆在最高的地位,看见婚姻是圣洁的,是神自己所设立的。 因为最近来,婚姻能防止罪的产生,所以要有婚姻。 这不是为肉体安排,这里面有相当清楚的分别。 保罗在林前七章说到婚姻的问题,在起头的时候就说,男人不能主张自己的身体,女人也不能主张自己的身体。 保罗在这里的教训是够清楚的,夫妻除为了侍奉主的缘故,否则就不该分开,免得有奸淫。 神为着防止奸淫的缘故,就定规说,男女应该结婚,并且应该不分开。 保罗在这里用相当重的字眼,提起说,有的人是感觉过强的人。 性的感觉过于强烈,免浴火攻心,保罗说应该结婚。 保罗没有责备这样的人,保罗没有说,你有强的感觉是错的,你有强的感觉是罪,所以要为肉体安排。 保罗说,你有强的感觉,你要结婚。 与其有强的感觉,倒不如结婚好。 所以,神的话对于这件事非常清楚。 性的感觉不是罪。 就是性的感觉相当强的人也不罪。 并且神规定,性的感觉,强的人应该结婚。 不要一面又不结婚,一面又落到罪里面去。 这就是主给我们看见的。 这样,婚姻的设立,就便做有旧约和新约两个不同的方面。 在旧约里,乃是给我们看见说,有一个配偶给我们帮助。 在新约里乃是说,能够防止犯罪。 所以今天在基督徒的婚姻中,一面是注意彼此的帮助,一面是为着防止犯罪。 三,为要一同受恩。 第三,彼得在他的前书三章七节说,妻子乃是一同承受恩典的器皿。 换句话说,神喜欢夫妻一同来侍奉他。 神欢喜有亚居拉,百吉拉来侍奉他,欢喜有彼得和他的妻子,犹大和他的妻子,一同来侍奉他。 所以,在基督徒的婚姻里,有三个基本的性质。 一个是彼此帮助,一个是防止犯罪,一个是两个人在神面前一同受恩。 不只是一个人做基督徒,乃是两个人做基督徒。 不只是一个人受恩,乃是两个人共同受恩。 参,守同身的问题。 另一面,圣经也给我们看见说,有的人虽然有幸的感觉, 可是他这个感觉不强,没有需要来满足这个要求。 圣经就劝这样的人守同身。 一守同身的好处不是说,同身比结婚更圣洁,指着属灵方面的。 但是,守同身的人,的确能够将身体的力量完全用在主的工作上。 这一个,也是在林前七章里提到的。 保罗给我们看见说,结婚的人有三个难处。 第一,结婚是一个禅类。 他说,有妻子缠着。 二十七 许多时候,人一结婚就不得自由,人一结婚就有许多事情要做。 因为有妻子缠着,所以就不得不做。 第二,结婚的人有苦难。 他说,肉身必多苦难。 二十八 人一有婚姻,自然而然肉身的苦难就必增,叫他不能专心侍奉主。 第三,结婚的人是为着世上的事挂虑。 三十二至三十四 这一个为着世上的事的挂虑,主耶稣在马太十三章说,很容易把麦子挤在荆棘里面,不能够结果子。 总而言之,结婚在家庭的事情上有他的难处,有禅类,有苦难,有挂虑。 保罗的这些话,不只是对做工的人说的,也是对所有的弟兄姊妹说的。 人如果守同身,能够省去许多难处。 保罗没有命令叫他们守同身,但读保罗的话,保罗的倾向是要人守同身。 保罗在那里没有什么自己的主张,只是将事实告诉弟兄们,你们如果结婚是好,因为能够免去犯罪的危险, 可是,结婚要叫你们多有禅类,多有苦难,同时多有世上的挂虑。 二,什么样的人可以守同身? 保罗在下面就给我们看见说,什么样的人可以守同身? 他说,有的人,有神的恩赐的人,就可以守同身。 守同身乃是神的恩赐。 这个人接受神的恩赐是这样,那个人接受神的恩赐是那样。 若是我需要结婚,连结婚也是神的恩赐,没有恩赐,就结婚不来。 所以保罗说,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 七,守同身的人,有神的恩赐,结婚的人,也有神的恩赐。 一个守同身的人,第一个条件就是只有性的感觉,而没有性的强迫。 你们知道,在有的人身上,性的力量是强迫他,在有的人身上是只有性的感觉,而没有性的强迫。 凡是没有性的强迫的人,就可以守同身。 第二,自己有意思守,而且是坚定的。 三十六至三十七节说,若有人以为自己带他的童真不合一,也过了年岁,是又当行,他就可随意办理,不算有罪,成亲就是了。 倘若人心里坚定,没有不得已的事,并且由得自己做主,心里又决定留下童真,如此行也好。 原文,保罗给我们看见说,守同身,乃是人自己有意思,人自己要。 不只是我这一个人没有性的强迫,并且是我自己要守同身,我自己有意思守同身。 若有人以为说,我这样带我的同身不对,他就可以结婚。 若有人有意思守同身,有倾向守同身,并且是坚定的要在这里守,这一个人就可以守。 所以,心里的坚定是需要的。 第三,必须没有环境上的难处。 三十节提起说,没有不得已的事。 有的人在环境上有难处,不容易安排。 有的人如果要守同身,也许家庭里有许多难处。 所以必须在环境上有安排,才能守同身。 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守同身的三个条件。 一,感觉不强迫。 二,心里坚定的要这样做。 三,没有环境上的难处。 这三个条都具备了,就能够守同身。 三,守同身与天国和被提发生关系。 守同身的人,的的确确是在神面前多得着的人。 我想,马太十九章是够清楚地给我们看见, 守同身的人的的确确更容易进天国。 我们必须承认,马太十九章里为着天国字焉的人, 相当明显是说到守同身与天国发生关系。 我们不敢说,守同身与天国发生什么关系, 但是我们能说,守同身的的确确对于进天国有上算的地方。 所以,主才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有的人为着进天国的缘故自焉,要守同身。 不止如此,到了启示录十四章, 你看见那些出熟的果子, 十四万四千人都是守同身的, 羔羊无论往那里去,他们都跟着。 这十四万四千人是特别早被提的人。 所以我们看见,守同身的的确确与被提发生关系。 将来我们要知道,守同身的人的的确确在进天国和被提上上算。 至于今天呢? 保罗说,守同身能够减少苦难,能够好好地侍奉神。 这一件事,我们只能摆在弟兄姊妹面前。 因为人必须没有性地强迫才能做。 必须自己能够定规才能做, 也必须在环境上有这一个安排, 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才能做。 我们就是按照圣经的教训, 很客观地摆在弟兄姊妹面前, 让个人在神的面前有挑选。 4.结婚的对象 在婚姻的事情上, 神曾安排下条件, 就是与谁能结婚, 与谁不能结婚。 神在圣经里, 给我们看见够清楚, 神的子民的婚姻, 只应当陷于神的子民之中。 换句话说, 如果有婚姻的事, 是应该以神的子民为对象, 不应该在神的子民之外来结婚。 1.旧约的命令 在旧约里, 就有够多的命令, 给我们看见说, 我们不应该在神的子民之外, 与别的人结婚。 神命纪七章三至四节告诉我们, 不可与以色列人之外的家男人结婚。 不可将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 也不可叫儿子娶他们的女儿。 因为他们必使我们转离不跟从主, 去侍奉别神。 所以, 神在旧约里, 已经够清楚地给我们看见, 婚姻的对象乃是在主里的人。 不能在信主的人之外找妻子, 不能在信主的人之外找丈夫。 不然的话, 最大的难处就是要叫我们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 妻子跟着丈夫去拜偶像是容易的事。 丈夫跟着妻子拜偶像也是容易的事。 因为既然结婚, 就很容易去拜他们的神。 约书亚二十三章十二至十三节, 也警戒以色人, 不要与当地的人结婚。 他们要成为一个网罗, 要成为你的字, 结果你们要落到网罗里去。 在尼西米的时候, 以色列人从贝鲁之地回到犹太地后, 有许多人因为娶外邦女子为妻, 结果落到个地步, 他们不能讲犹太的话。 所以, 在尼西米十三章二十三到二十七节, 要他们与外邦女子完全断绝, 是要与外邦女子有来往。 在这里你们要看见, 与外邦的女子结婚, 有一个难处就是你所生的儿女, 迟早要跟他们走, 不能和你一同侍奉神。 你们如果娶外邦人, 或是嫁给外邦人, 你们的儿女很容易跟着他们走, 落到世界里去, 这是相当难的事。 马拉基三章十一节给我们看见, 以色列人有许多诡诈的罪, 他们亵渎神的圣洁, 因他们娶外邦人为妻。 以神的眼光来看, 娶外邦女子就是亵渎神的圣洁。 所以, 基督徒的婚姻乃是有对象的, 基督徒的对象只应该是在信徒中间。 我们从所罗门的事也可以得到一个见解。 所罗门是有智慧的王, 但因为娶外邦的女子就也拜偶像, 陷入拜偶像的地步。 二、新约的话。 在新约里, 保罗对我们说的话够清楚。 临前七章三十九节, 他对寡妇说要嫁给在主里的人。 临后六章十四节, 这是一段顶有名的圣经, 给我们看见信的和不信的不能同父一恶。 这句话不只是指着婚姻的, 但是也包括婚姻在内。 信的和不信的不要做同样的事, 不要为着同一个目的, 就像把一个恶摆在两个人的背上来离田, 这是神不许可的。 神不许可一个信的和一个不信的在那里附一个恶。 在旧约里面, 一只牛不能和一匹马摆在一个恶底下离田。 一匹驴也不能和一匹马摆在一个恶底下离田。 不能一个快, 一个慢。 不能一个往这一边走, 一个往那一边走。 不能一个往天上去, 一个往世界去。 不能一个要得着属灵的祝福, 一个要得着世界的丰富。 一个拉着这一边, 一个拉那一边, 这一个恶非折断不可。 在信的和不信的, 不能同负一恶的事情上, 没有一件事比婚姻更厉害。 从河谷作圣一起, 或者加入什么士气, 一直到婚姻为止, 最厉害的恶是婚姻。 信的人和不信的人, 一同在那里负起家庭的责任, 结果定规是相当的难。 所以,最理想的结婚对象, 必须是弟兄, 是姊妹。 千万不要随意去找不信的人。 你如果随意去找外面不信的人, 将来定规相当困难。 一个拉这一边, 一个拉那一边。 一个往天上去, 一个往世界去。 一个寻求天上的恩赐, 一个寻求世界的丰富。 期间不知道差多少倍。 所以, 圣经的命令, 要嫁娶在主里面的人。 五, 已结婚的有一方不信怎么办? 在这里发生一个问题, 假定有一个弟兄已经结婚了, 他的妻子是不信的, 或者有一个姊妹, 他的丈夫是不信的, 那该怎么做? 刚才是说, 人如果没有结婚, 人如果要找对象, 就应该寻找主里面的弟兄, 主里面的姊妹。 但是, 有的人已经结婚了, 已经有一个不信的妻子, 或者有一个疑信的丈夫, 该怎么办? 一, 他要走就让他走。 这一件事, 在林前七章里有记载。 七章十二节, 十三节, 十五节, 答复这一个问题说, 如果夫妻中有一个信了主, 在家庭里面发生了难处, 要怎么办? 请你们记得, 今天因为许多人信主信得不彻底, 所以, 家庭里的难处不多。 主耶稣在福音书里, 预料家庭的主耶稣是多的。 信主的人, 如果信得彻底, 家庭里就要发生事情。 路加福音里所说的三个和两个相争, 两个和三个相争, 都是因着信主而发生的。 所以, 今天如果有一个丈夫, 因着妻子信主的缘故, 她走开, 她说, 你信了主, 我不要你。 这时, 这位妻子该怎么办? 主在临前七章这里的话是够清楚的, 就是让她走。 所以, 如果有丈夫因着妻子信主的缘故要走开, 如果有妻子因着丈夫信主的缘故要走开, 就让她离开吧。 可是, 这一件事必须弄清楚, 就是说, 主动的不是我们, 乃是她。 不是我说要走开, 乃是她说要走开, 是她在那里不满意, 以为你相信了主, 没有前途, 所以她要走。 如果她要走, 就让她走。 二, 她无所谓, 主会救她。 如果她无所谓, 保罗说, 那就不必离开。 因为你怎么知道, 主不会因着你拯救她。 她如果无所谓, 她如果要住下去, 保罗说, 我们就应该和人和睦, 我们不应该离开。 她说, 不信的人能够因为这信的人作圣。 同时她说, 你怎么知道不能拯救呢? 如果她要离开, 那是她的事, 不是你的事。 如果她不离开, 我们相信主会救她, 并且保罗说, 救她是相当容易的事。 主救旁的人不容易, 但这个人是你的人, 主救她特别容易。 我们要站在这一个地位上, 来对付这一件事。 路, 已与不信的人订了婚, 怎么办? 还有的弟兄姊妹, 有另外的难处, 就是已经和不信的人订了婚, 那应该怎么办? 一, 最好是不信的方面, 自动来解约。 主不要我们与不信的人结婚, 这是相当清楚的。 所以, 若有人已经与不信的人订了婚, 最好不信的未婚夫, 或不信的账婚期, 自动地来解约。 因为还没有结婚, 不过有婚约而已。 若是主开路, 不信的那一方面因着你信主, 而乐意解约, 这是相当好的事。 二, 不能随便解约。 不过, 这一件事, 许多时候不可能。 因为既然有了婚约, 对方不会因为你信了主, 就很容易地放手。 这个时候要记得说, 我与人订婚, 是与人立了一个约, 那一个约, 就是我在神面前所给人的一个应许。 基督徒不能因着自己信了主的缘故随便毁约。 因为约在神面前都是圣的。 你看见说, 你如果能够向他提议分开, 这是好的事。 他可以提议离开, 你也可以提议离开。 这一个题, 不一定要他主动, 这和刚才的不一样。 已经结了婚的是他主动。 已经订了婚的, 我可以主动说, 最好分开。 他如果一定要我履行婚约, 我就必定要履行。 因为一个基督徒, 话说出去了, 就必须履行, 不能破坏。 神就是照着话行, 所以有救恩。 神如果说话不算数, 就连救恩都没有了。 所以, 我们要和对方讲好, 如果人不愿意, 就非娶他, 非嫁他不可。 诗篇十五篇里说, 他发了事, 虽然自己吃亏, 也不更改。 当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后, 即便人欺骗了他们, 用煤的饼, 破的衣服, 破的鞋子, 来说他们是远处的人。 约书亚就应许不杀他们。 后来找出来, 他们是近处的人, 但因已经立了约, 所以神不许杀他们, 至多叫他们做砍柴挑水的人。 所以, 在圣经里, 非常看重守约的事。 他自己讲一放弃, 我放弃不要紧。 如果他不乐意放弃, 我就不能放弃。 鸡变的事是非常厉害的。 后来因为扫罗杀了鸡变人, 天就不下雨。 大卫没有办法, 就问鸡变人怎么办。 鸡变人要把扫罗的子孙七个人悬挂在树上, 大卫只得照办。 所以, 神不许可我们马马虎虎地毁约。 我们必须学习, 立了约就应当按着约行。 我们不能做一件不意的事。 三, 要先讲好条件。 你和人定了婚约, 现在你信了主, 对方一定要嫁, 或者一定要娶, 这怎么办? 在这里有一件事你可以做, 就是和对方先约好。 你说, 我定规娶你, 或者嫁你, 不过有几件事, 在没有结婚之前, 我要和你讲好。 那几件事呢? 第一, 你必须让我能是凤主。 我不是假冒地到你家里来, 我是挂了旗子来的。 我今天是基督徒, 是嫁你也好, 是娶你也好, 你必须给我自由侍奉主, 你不能干涉我的侍奉主。 第二, 如果将来有儿女, 必须按着主的教训来养育他们。 你信不信是你的事, 但是我们的儿女, 必须照主的教训来养育。 话要说再现。 这一件事绝对要提起, 欲先说好。 不欲先说好就有难处, 欲先说好就没有难处。 嫁一个不信的人是一个损失, 娶一个不信的人也是一个损失。 要减少损失, 减少难处, 我们就得先说好。 你要给我自由, 儿女要信主。 我已经做基督徒, 我不往世界去。 我已经做基督徒, 我是往主那一边去。 你如果觉得好就好, 你如果觉得不好就解约。 我们要把将来的行为摆在他们面前。 我想, 如果这样做, 可以稍微减少一点难处。 七, 需要结婚而找不到信的对象怎么办? 这乃是事实上的难处, 而不是理想上的难处, 我们只能说, 在这件事上, 在圣经里没有教训。 不过, 我们要摸保罗的感觉。 保罗在林前七章里盼望说, 保罗可能寡妇不出嫁。 但是他又说, 盼望寡妇嫁给在主里的人。 所以, 当有需要的时候, 寡妇可以出嫁。 我们根据这一个原则, 就能看见说, 一个弟兄最好是 娶在主里面的姊妹。 如果没有那一个可能, 他能够不娶是最好, 他如果需要娶的话, 我们还是愿意他娶。 就是不信的, 我们还是愿意他娶。 我们提起这一件事, 并不是像世人所说, 两害之中娶其轻的。 我们乃是说, 宁可犯神行政上的罪, 而不犯道德上的罪。 我如果不结婚会犯罪, 那是犯道德上的罪。 我如果娶不信的女子, 我是犯神行政上的罪。 罪有两种, 一种是道德上有罪, 一种是神行政上的罪。 请你们记得, 道德上的罪比行政上的罪重。 我宁可犯神行政上的罪, 不可犯道德上的罪。 今天一个弟兄有结婚的需要, 找不到弟兄, 他如果能够不娶更好, 如果不能不娶, 他就是娶不信的人, 也只能让他娶。 如果你娶不信的人, 你的眼睛必须开起来, 必须知道难处非常大。 一个人信主之后, 如果娶一个不信的人, 难处特别大。 这比一对不信的夫妻, 后来有一个相信了, 所遭受的难处要大得多。 后来信主的丈夫或妻子, 他在家庭里面遇到难处, 但许多时候主要把他带过去。 一个人已经相信了主, 再去娶不信的人, 许多时候的确有许多难为。 我们要告诉他, 他的眼睛必须开着, 知道在前面有难处。 一个人如果娶一个不信的人, 还要告诉他, 必须防备给对方带走。 请记得, 你娶不信的人, 稍微不小心, 很容易就给他带走。 已经结了婚的, 或者已经订了婚的, 固然也要小心, 但是这一个要特别小心。 换句话说, 要特别地保护, 保守, 特别地祷告, 不要给他掳去。 你若不得已和不信的人结婚, 也必须先把条件讲清楚。 你要告诉这部的人说, 我已经信了, 你信不信我不勉强你, 可是你不能干涉我信仰的事, 你要给我完全的自由。 还有儿女的问题, 也必须提起。 关于儿女信仰的事, 你必须给我自由, 带他信主。 我要我的儿女相信主, 我不要他们拜偶像, 或者效法示人的样子。 你把这些话说得差不多的时候, 也许这一个问题可以勉强过去。 我要对年长一点的弟兄姊妹说几句话, 当你们看到初心的弟兄姊妹遇见这样的问题时, 你们要小心, 不要给他们把门开得太大, 以致他们随便与不信的人结婚。 另一面, 不要把门关得太紧, 以致他们不犯行政上的罪, 而去犯道德上的罪。 宁可让他们碰着神的行政, 落在神政治的手里, 不可让他们犯道德上的罪。 关于这一面的事, 我有一点意见。 各地的青年弟兄姊妹并不少, 若是在责配上发生难处, 主要是因许多弟兄姊妹对于人的出身, 对于人的背景看得太重。 如果要一个身份高一点的弟兄, 娶一个身份低一点的姊妹, 她就不乐意。 如果要一个身份高一点的姊妹, 嫁给一个身份低一点的弟兄, 她就不乐意。 今天, 弟兄并不缺少, 姊妹也不缺少。 就是由于这个门第问题, 发生了许多难处。 我想, 如果弟兄姊妹对于职业的看法有点改变, 这一个问题就容易解决。 如果看重地的弟兄不是低的, 姊妹出嫁就容易。 如果看重地的姊妹不是低的, 弟兄取也容易。 今天我们把神所以为高的职业看为低, 把人所以为高的职业看为高, 所以就不容易解决。 今天在我们中间, 不缺少姊妹, 不缺少弟兄, 所缺少的是门第上的相配。 而这一个门第是世界的。 所以, 要将职业的观念完全转过来, 这个问题才能解决。 八, 娶了妾的怎么办? 在圣经里, 没有命令人脱离他自己的妾。 在圣经里, 没有一个地方, 神的眼光来看, 要勉强人叫妾离开。 这是指着没有信主之前所取的。 在圣经里, 我想也有够多的地方给我们看见, 神要人怎样对待他的妾。 或者我先提起人今天的要求, 然后来看圣经的要求。 人的要求, 第一, 要把所有的妾遣散。 第二, 如果不遣散, 丈夫不应该和他的妾有性的关系。 这是弟兄姊妹普通的思想。 但这不是神所给我们看见的, 这是异交的思想。 一, 圣经没有要求遣散。 我们看见, 在圣经里没有一个人, 娶妾比大魏更坏。 他不只是娶妾, 并且是谋害人命来娶妾。 乌利亚的丧命, 是因着妻子的缘故。 大魏是牺牲乌利亚来得着八世霸。 而所罗门是八世霸所生的。 主耶稣也是八世霸所生的。 这一个事实, 直到新约, 主还承认。 马太一章里面有八世霸的名字, 而且是说乌利亚的妻子。 有四个女人在马太一章里面。 这一件事情, 你们必须看见, 娶妾的人只能自己扶在神管教的手下, 不能把妾赶出去。 为什么圣经没有要求把妾赶出去呢? 请你们记得, 奸淫的罪与娶妾完全不一样。 我今天偷了人一本圣经, 我能够还他一本圣经。 我今天偷了人一千块钱, 我能够还他一千块钱。 我今天娶了一个妾, 我没有法子还他。 有的弟兄以为说, 应该把妾赶出去。 他是从男人的眼光来看。 男人在神面前要知道, 娶妾是犯奸瘾。 但妾嫁给你, 并没有嫁两个丈夫。 你娶了两个女子, 她没有嫁两个丈夫。 所以, 你们要看见说, 主在这里没有叫人把妾赶出去。 我想, 所罗门母亲的原则是够清楚的。 主为着大魏娶八世八的缘故, 特意拆派先知, 拿单去找大魏。 主所有的话, 都已经叫拿单说了, 所以不要在拿单之外, 架上什么话。 拿单所漏掉的, 不必你在三千年后的今天再来补。 拿单对他说, 你的儿子要死, 报应要来, 十个妃嫔, 人要在名处与他们饭奸饮, 刀剑要在你的家里。 拿单没有说, 要把八世八打发回去。 你把他打发回去, 他怎么办? 乌利亚死了。 有的人没有乌利亚, 有的人乌利亚死了, 这怎么办? 所以, 神打发拿单去见大魏, 并没有要大魏把八世八赶出去。 反而到了后来, 神叫他生所罗门。 在大魏的妻子中, 神没有叫一个生所罗门, 神却叫大魏的妾八是八生所罗门。 并且新约第一页说, 大魏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 新约里, 没有说可以娶妾, 但是也没有说要赶妾出去。 二, 好和不可减少。 出埃及二十一章九到十一节曾经规定, 一个人若选定一个婢女给自己的儿子, 就当带他如同女儿。 如果将来这个儿子正式娶亲, 这一个婢女就便作妾。 神在这里规定这一件事非常清楚, 就是说, 在他的吃食、衣服、 病好和的事上不可减少。 如果不像他行这三样, 他就可以出去不再是奴仆。 所以, 人如果以为不能与妾有好和的事, 这是根本不遵守神的律法。 我盼望你们将这一件事弄清楚。 三, 不能做长老。 在新约里, 只有一个地方讲到妾的问题。 我们读圣经, 就是喜欢看到一件事, 只有一个地方提起。 如果在圣经里, 一件事有两个地方提起, 就必须比较。 如果有三个以上的地方提起, 就要综合起来看, 才能知道神的教训。 所以, 每一个圣经的学者都喜欢只有一个地方的话, 因为只要读这一个地方, 就知道神对于这一件事的旨意。 在新约里, 只有一个地方, 就是提摩泰前书提到妾的问题。 那里说, 做教会长老的人, 只应该做一个妇人的丈夫。 所以, 凡娶妾的人, 在教会里, 不应该做长老。 但是, 新约圣经并没有说, 他应该把妾赶出去, 或者说, 不应该有好和的事。 四, 得救而自愿分开是好事。 如果一个妾已经得救了, 她只有性的感觉, 而没有性的强迫, 愿意和丈夫分开, 也是好事。 这是自愿, 不是主的要求, 也不是教会的要求。 教会对于这一件事, 不应该有要求。 神所配合的, 只有两个。 这一个原则, 无论如何要维持。 所以, 相当明显, 一个人娶了妾, 肉身上的苦难, 就比娶一个妻子的要多, 在管制上要大大增加。 叫离婚。 在圣经里, 有离婚的规定。 但是, 在圣经里, 离婚只根据一个条件。 世界各国的法律, 对于离婚, 有许多规定。 有的祸家规定了二十几条, 我们中国也规定了多少条, 说到夫妻若有一方精神丧失, 或不同意等等, 就能够离婚。 但是在圣经里, 只有一个条件可以离婚, 那唯一的条, 就是犯奸隐。 人精神丧失也好, 失踪多人也好, 这些都不是条件。 乃是与别人有幸的行为, 这是唯一的条件。 主耶稣在马太十九章, 路加十六章里, 清楚给我们看见, 人如果犯了奸隐, 就可以离婚。 一、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你们也许要问, 为着什么犯奸隐, 就可以离婚呢? 因为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换句话说, 从神看来, 夫妻乃是合一的, 任何的离婚, 都是破坏这一个合一。 什么叫做犯奸隐? 就是破坏那一个合一。 你在你自己的丈夫之外, 你在你自己的妻子之外, 有幸的行为, 你犯了。 F-in, 你就是破坏了合一。 所以, 请你们记得, 不管一个失踪了多年也好, 精神丧失也好, 精神虐待也好, 或者其他的理由也好, 他的丈夫或妻子, 若是离开, 去和别人结婚, 就是破坏合一, 犯了奸隐。 二, 合一一失去, 可以离开。 为什么犯奸隐可以离婚呢? 因为你已经把合一破坏了。 你本来和你的丈夫是合一的, 你的丈夫一犯奸隐, 你就可以自由。 本来是合一的, 所以你要保守。 现在那一个合一他已经失去了, 所以你可以自由。 所以, 范奸隐是唯一离婚的条件。 丈夫范奸隐, 妻子要离开, 可以。 如果有一个姊妹, 她的丈夫范奸隐, 或者娶妾, 这一个姊妹可以离婚, 教诲不能拦阻。 她不止可以离婚, 还可以改嫁。 任何破坏这一个合一的, 都是罪。 所以只有范奸隐可以离开, 因为范奸隐已经破坏了那合一。 离婚不过是宣布说, 我和我丈夫的合一已经没有了。 没有合一, 她要改嫁就可以。 马太十九章, 陆家十六章, 是两个够清楚的地方, 我们要好好地注意。 离婚是根据姊姊。 姊姊把老的合一破坏了, 夫妻不再是一个, 是两个了, 所以可以离婚。 为什么可以离婚? 因为已经没有合一了。 所以, 夫妻的离婚, 是在一方犯范奸隐的时候, 不是在办离婚手续的时候。 今天所谓的离婚, 不过是手续而已。 婚姻的存在, 是宣告那一个合一的存在, 离婚, 是宣布那一个合一已经不存在。 所以, 犯了奸隐可以离婚。 没有犯奸隐而离婚, 结果双方都是犯奸隐。 假定说, 丈夫和妻子都没有犯奸隐的事, 就是相处不好。 一旦离婚了, 就是犯奸隐。 那一个合一还在, 如果改嫁改娶, 都是犯奸隐。 只有合一不存在, 才可以离婚。 所以我们要认识, 什么叫做婚姻? 婚姻就是合一。 两个人不再是两个人, 是一体。 奸隐是是拆毁合一。 离婚是宣布合一的拆毁。 今天合一在我们中间已经没有了, 所以可以改嫁。 合一如果还在, 两个人就是吵得顶厉害, 不相合, 要离婚, 世界的人许可, 世界的法律也许可, 但从神的眼光来看, 不许可。 先离婚, 反而是犯奸隐。 只有先犯奸隐后离婚, 才是可以的。 我们一定要看见说, 神所配合的, 不能分开。 既然有了配合, 千万不要分开, 这是不可能的事。 十, 寡妇的问题。 为着这个缘故, 圣经里也就许可, 已经死了妻子的人可以再娶, 寡妇可以再嫁。 婚姻直到死为止。 婚姻的关系, 复活的时候不存在。 复活的时候, 人也不娶, 也不嫁。 娶和嫁是在这一个世界里面的事。 天使也不, 娶也不嫁。 复活的人也不娶, 也不嫁。 嫁娶是今生的事, 不是来生的事。 所以, 婚姻是到死为止。 到了死的时候, 你如果为以往情感的缘故, 不娶不嫁也可以。 你如果要再娶或再嫁, 圣经里许可这件事。 我们可以注意罗马七章的教训。 那里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在嫁的人。 借着基督的死, 借着基督的复活, 我们再嫁了。 罗马七章给我们看见说, 丈夫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 丈夫死了, 妻子就可以再嫁。 凡丈夫没有死而令嫁的, 就是淫妇。 如果我们在律法上没有死, 做安息日会的人, 那我们都是淫妇。 感谢神, 我们只有一个丈夫。 安息日会有两个丈夫。 罗马七章的教训说, 律法没有死, 我们不能属乎基督, 如果属乎基督, 我们就是淫妇。 我们本来是嫁给律法的人, 是属乎律法的人。 但因着基督, 我们已经死了, 今天我们拣选基督, 不是淫妇。 我们都是再嫁给基督的人。 我们在律法上已经死了, 所以我们不是淫妇。 所以, 罗马七章说, 丈夫管妻子是到死为止。 丈夫一死, 妻子就有自由。 在教会里, 绝不应该有一个观念, 以为寡妇是错的。 这一种的思想, 是外邦人的思想。 如果寡妇像手同身的人一样, 不再嫁人, 这是好的。 保罗说, 我盼望寡妇和没有嫁娶的人, 能像我一样。 如果是为这侍奉主, 也像手同身那样, 独身是对的。 如果是因着社会上人的批评, 社会上人的看法而不结婚, 这是错的。 我盼望在教会里, 能除去这一个看法。 保罗对提摩泰说, 我盼望年轻的寡妇出嫁, 这就像一个弟兄再娶一样。 今天的问题, 是你有没有那一个需要。 有的在生理上有那一个需要。 有的人觉得孤单, 这是心理的需要。 有的人家庭环境有需要。 如果有的弟兄死了妻子, 结婚是对的。 如果有的姊妹死了丈夫, 结婚也是对的。 基督徒不可在这件事上有批评。 我们要把异交的思想拿走。 十一, 罪的问题。 神在圣经里承认说, 性是对的, 性的感觉是对的, 性的行为也对的。 性的感觉不止不是罪, 并且是圣洁的。 但这只限定于婚姻里面。 在婚姻里面, 这是对的, 并且是圣洁的。 任何性的感觉或者行为 在合一之外的都是罪。 你们看见吗? 什么叫做罪? 就是说, 在婚姻之外的叫做罪。 为什么缘故? 因为在婚姻之外, 你就破坏了那个合一。 所以, 罪的存在乃是由于破坏 合一, 罪的存在不是由于性本身。 性本身没有罪, 这一件事, 我们必在神面前清楚。 比方说, 主耶稣在马太五章里说, 您听见有话说, 不可奸引。 只是我告诉你们, 凡看见父女就动一念的, 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引了。 这里的看见原文乃是看, 没有见的意思。 看是有意志的作用在里面。 是看父女, 不是见父女。 见是被动的, 看是主动的。 下面还有一个字, 动一念, 有的英文本翻作, to I state her。 不是说, 见父女就产生一念, 乃是说, 为着动了一念, 所以去看。 是动一念在先, 不是看在先。 我们中文圣经是说, 凡看见父女就动一念的。 但主不是这样说。 主是说, 凡看父女, 为着动了一念的。 这一个看是第二次的看, 不是第一次的看。 第一次是你在路上看见父女, 第二次是你看她。 在你第一次的看, 和第二次的看之间, 你已经动了一念。 你第二次看她是未动了一念, 所以这第二次的看是第三步的事。 主耶稣所说的, 不是指着第一次的看见, 乃是指着第三步的看。 父女在路上, 这是大家都看见的。 但是有的人没有受约束, 会动一念, 撒旦会注射一念给她, 他第二次回头去看, 这是罪。 已经有了一念, 第二次去看, 这就是罪。 马太五章说, 凡看父女为着已经动了一念的, 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 主耶稣不是说第一次的看见, 我们把第一次的看见摆进去就不对。 我在路上偶然看见一个妇女, 撒旦把银面射进来, 我拒绝, 救了了。 我如果回头向她看一看, 就是罪了。 请你们记得, 性的感觉不是罪, 意志的赞成才是罪。 因为这意志的赞成是在婚姻之外。 你在意志上已经破坏了那一个合一。 你在行为上破坏那一个合一是罪, 你在意志上破坏那一个合一在神面前也是罪。 在旧约里只说奸淫是罪。 在旧约里没有淫乱的罪。 在旧约里只不许人奸淫, 因为人对于自己的认识不够。 什么叫做奸淫呢?